不少民众爱吃热狗 但是您知道热狗是怎么做成的吗 除了猪肉之外 更多的是化学 黏着剂 保色剂 抗氧化剂 热狗的工厂大曝光 猪肉 牛肉及鸡肉 碎屑和大量脂肪 混合后加上糖浆 搅拌成肉浆 不少民众看了不敢再吃 营养师也建议了 热狗是超级加工 建议一个月最多一到两根就是上线 面包夹热狗 集上番茄酱 让着口感脆弹咸香 还有街边常见小吃 锅上面移的炸热狗 这一根根美味背后 工厂画面大公开 影片中大坨大坨 猪肉 牛肉及脂肪 往机器里塞 这不是新鲜肉品 而是各部位的碎渣 搅拌过程中 加入鸡肉碎屑 又淋上糖浆面粉 看起来不像肉 而是乌哥哥的泥浆 塑形脱膜完成 短短35秒 就能制成一场串热狗 长度达到两座足球场 一小时产出30万根 不少网友看了制成影片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再也不敢吃热狗了 很恶心 首先完全不吃 我本身是读食品科 知道加工食品不要吃太多 原来热狗成分除了猪肉 脂肪 鹽巴和调味糖浆 更多的是赎不尽的化学加工物 像是调味剂 黏着剂 宝色剂 抗氧化剂 这不是普通加工 而是超级加工食物 营养师说最多一个月 一到两根是极限 热狗纳含量破表 常吃除了身材走样 加工肉品可能致癌 中风心脏病 甚至增加死亡风险 更有研究指出 一天一根大肠癌 风险增加18% 美食当前热狗爱好者 最好得克制口腹之欲